深圳足球俱乐部日前正式官宣 韩国铁帅李张珠重返中国 出任深圳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 他将带领深足参加新赛季的中超联赛 去年5月荷兰人约尔迪·克鲁伊夫离开了深足的帅位 深足在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了卡洛斯·格拉内罗临时接过教鞭 在卡洛斯的治下深足打进了真冠组 但未能率队更进一步实现亚冠理想 最终在联赛尚未结束之前卡洛斯就离任了 深足是在代理主帅张孝瑞的托管下 完成了2021赛季最终的名次为第6名 直到上周末深足俱乐部在球队重新集结的时候 正式宣布了李张珠的上任 自2016年算起深足已经换了8位主帅 李张珠是深足近7年来的第9位主教练 李张珠是第一批在中国职业足坛执教的韩国级教练 在中国球迷和媒体圈被称为铁帅 素以执教风格硬朗管理手腕严格著称 1998年到2001年 李张珠首次到中国执教贾A球队前卫环岛 向后带队获得联赛第4名两次足鞋杯冠军一次 2002年到2003年 李张珠执教贾A青岛贝莱特获得足鞋杯冠军一次 成为中国第一个带领两支不同俱乐部队获得足鞋杯冠军的教练 2007年到2009年 李张珠第三次登陆中超 执教中超北京国安 成功带队获得中超联赛亚军和季军各一次 2011赛季李张珠率领广州队第一次拿到中超冠军 10年3月25号 李张珠与当时在中甲起铺的广州队签约 此后两年多时间 李张珠带领广州队以中甲冠军军冲上中超 接着帮助球队首次获得中超冠军和超级杯冠军 2012年5月 随着李皮的入主 李张珠离开了广州队 他直接缔造了广州队崛起的第一个时代 2014年7月 李张珠重返中国 当时执教处于中甲联赛的成都天成队 可惜由于球队实力不济 最终在中甲降级 2016年5月 李张珠第6次返回中国 执教中超俱乐部长春亚太 到2017年5月才离开 5年前 李张珠最后一次执教中国球队是长春亚太 李张珠这次出任深圳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 是在时隔5年之后重返中国足坛 23年间他第7次执起中国球队教编 也成为在中国足坛执教时间最长的外籍教练 李张珠目前已经在深圳俱乐部进入了工作的状态 即将于本月16号带队前往海口进行新赛季的备战集训 就在元宵节当天 李张珠接受了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的独家专访 这也是他被深足俱乐部官宣出任主帅后 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李张珠介绍 过去5年来 他在韩国一直没有从事教练的职业 后来曾担任韩国足协的技术委员会委员 不过李张珠的性格和特点决定他还是更热爱做足球教练 因此他在去年受到深足俱乐部邀请的时候 经过审慎的考虑 决定再次来中国执教 从而展开新的冒险 我儿子在美国生活 这些年我也经常去美国看看儿子 带带孙子 在这两年疫情期间 我也去过欧洲进行考察 对欧洲足球的最新战术潮流 有了近距离的学习 也和孙兴民等韩国海外球员有接触 到我这个年龄 有些人更喜欢享受人生 享受天伦之乐 但不同人的追求不一样 我更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 希望再接受下挑战 所以在深圳俱乐部向我发出邀请的时候 我重新激发了对足球教练这个职业的热爱 我也感受到深足俱乐部的诚意 所以我就来了 李张珠如是说 对于中国足球眼下面临的困难 对于中国职业足球正遭遇的巨大改变 李张珠是十分清楚的 他说如果把投入更多放到轻讯体系的良性建设上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我觉得现在中国足球正逐步回归正常 相比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实中超联赛的投资依然不少 我们不能因此对中国足球的前景感到失望 12年前带领广州队的时候 李张珠缔造了第一个高峰 此后他两次重返中国都不太成功 这次七进攻 李张珠是否为了重新证明自己 李张珠坦白的说 每个球队的目标都不一样 追求的方向也不一样 我在中国已经带过六支不同的队伍 算上韩国带的队伍 我已经执教了超过十家俱乐部 他们当中有的目标是争夺冠军 有的是力争上游 博一个足鞋杯冠军 有的是宝吉 所以我无论执教什么队伍 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去服务 不同队伍之间也没必要比较 深圳队过去几年的投入也不少 引员也很多 但所取得的成绩和管理层的目标有些距离 这次深足俱乐部考虑聘请李张珠 也是从技术特点 尤其管理特点上来考量 事实上在深圳职业足球的历史上 第一位外籍主帅就是当时的韩国民宿车饭根 他给深圳职业足球带来了第一个高峰 时隔多年之后 深足再次聘请韩国主帅入主 同样是基于相同的精神气质 我来深圳之前 这两年也有关注中超 通过视频的资料 也比较了解深圳队的情况 俱乐部领导 这次也没有给我下达什么明确的任务目标 当然大家可能比较统一的要求是打尽亚冠 但我个人绝不仅仅满足如此 我有更高的挑战目标设定 否则以我这样的年龄 我是绝对不会再回来中国了 他说 李张珠也清楚 这两年受疫情的制约 大量的外籍外教都离开了中超 而且比赛还要面临长期赛会制的考验 对此 李张珠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现在全世界还处于疫情的非正常时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防疫政策 既然中国目前是这样的要求 我们就要接受 对所有球队都是一样 对每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不能因此有任何借口 为自己的表现不好开脱 李张珠和他的首席助教 前仁川联主帅林完谢 已经对深足新赛季的阵容结构展开研究 对影员也有自己的方向 最近由于伊朗籍外援普拉利甘吉 因伤大概率错过新赛季 深足方面已经接触到现年32岁的 韩国籍后卫林继民 李张珠表示 目前还在接触阶段 整个影员的方案还没有最终敲定 通过即将开始的海南集训 他会尽快和教练组商量好球队 新赛季的备战计划 我通过观看深圳队的视频 觉得球队还是要在防守上做一些引进 一个球队如果进攻好 那么单场比赛拿到三分很容易 但如果防守不好 那么整个赛季是很难走远的 李张珠说 当初李张珠带领广州队打中超的时候 广州刚刚有两支中超球队 而如今广东一省之内已经有四支中超球队 对此 李张珠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我认为广东这个地方的足球氛围很好 经济基础也强 完全可以拥有更多的中超球队 新赛季有四支中超 我们将会上演更多的得比 这对广东足球的发展肯定是好事 对于老东家广州队 李张珠表示 我也了解广州俱乐部这两年面临一些困难 不管如何 我还是衷心希望他们能重新拥有一个好的发展 我也十分感谢当年广州球迷对我的支持 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们是不可能从中甲成为中超冠军的 12年过去了 当初李张珠带领过的广州队中 告林已经成为了身足球员 留在广州队的还有郑志张林鹏等人 李张珠一提起他们都十分怀念 我知道郑志去年做过广州队的主教练 如果今年有机会 在中超赛场上碰到他带领广州队 我会很高兴 当然在联赛中我们各为其主 到时一定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他笑着说 他有机会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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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时